因为很多人都会说我们这些主播只会卖9块9毛的东西 都说我们就会只会卖烂货 我和你们说我们好的货也卖得很好的好不好 我们卖得也可过来了呢真的是 等我先补贵妆啊 在给你们推荐产品的时候还是要精致一点 要这么现实 要来了 他要来了 一点一次他来了 美门我从温柔的美门玉亭兰花面霜 超喜欢的面霜我 玉亭兰花面霜 这一瓶面霜就是真的 美门不是所有品牌都可以拿到兰花这个成分 娇兰为了提取兰花的成分 是直接种了一个什么美门雨林出来了 在云南的西双版纳天子山 种了一整片雨林出来来保护兰花 然后把最珍贵的兰花提取物放到了这一款面霜里面 它叫做玉亭兰花面霜 好用到起飞 真的好好用 就是你用一次你当然早起来 看到真实效果的兰花面霜 这是我刚刚打开的一瓶 因为我楼上还有两瓶 应该是快空瓶的 这是我刚刚打开的一瓶兰花面霜 来这个不贵只要三千多 好 美门接下来这个买都买不到 我都没有了 娇兰我知道你现在在看我的直播 我就发个轮子给你吧 还有一点点 美门这个玉亭兰花涂抹面膜 这一瓶兰花面膜 幻肤不能说幻肤就是一个晚上就是让你整个皮肤都 我那四个字又不能用真的很烦 就是一个晚上可以让你整个皮肤就是一夜 逗号回春 这个可以说吗 我没有把四个字连起来一起说 美门真的很厉害 你知道我出差的时候法国二十天轮流转 我一天到三个国家我没有时间睡觉 然后皮肤很不稳定 我就浮它浮完就在家早上起来 还是该拍杂志拍这两个杂志 该拍封面拍封面 但这个没得卖 真的没办法 整个全球的美货这瓶面霜 就真的每个柜台可能只配几个 好不好 这个不会只要三千多 好啦最后一个就是王 它就是一个王 这就是我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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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爱的一个护肤品 美门娇蓝的蓝花黑蓝面霜来了 宁静姐姐的同款面霜 乘风破浪姐姐里面三个姐姐的同款面霜 美门黑蓝面霜它来了 这个我今天我今年帮你们拿到了全中国线上所有的货给你们 这个不贵不贵 只要一万一千多 好不好 这个就是真的很贵 只要一万一千多 这个厉害到爆炸 它不仅是蓝花 它是用的黑蓝 它是黑蓝面霜 我去年还是前年推荐过一次 去年和前年推荐过一次 然后一次他们就整个线上店铺全部都空掉 姐姐送给宁静一瓶就对了 就是这一瓶 就是这一瓶 超好用 好不好 贵妇姐姐们 你们真的相信我 你们先种草一下它 一万多一瓶 我真的很好用 就是用最顶级的成分 黑蓝来帮助你修复你的肌肤 让你的肌肤真的抗老 可是你待会早上起来 你会发现你皮肤超超级嫩 你会多想要摸脸 你的两下你的脸 就是觉得哇 怎么这么嫩 怎么皮肤这么好 真的 美们买它 这三个你们种草一下 这三个就是我最爱的娇蓝的产品 好不好 这三个就是我最爱最爱的娇蓝的玉亭兰花线 跟黑蓝线 好不好 其实我觉得啊 特别想跟很多女生说 我刚才其实看弹幕 我觉得和我以前的心境会特别像 那会刚刚工作的时候 就是会看到很多公司里很多的姐姐 她们用的服务品很好 然后那会就会暗自下决心说 我要努力工作 虽然可能我现在我还不配拥有它 但是明年呢 后年呢 我一定会拥有它的 是的 就是佳琪其实在直播的时候 我会拿一些贵的东西给你们 其实 不是说炫耀 也不是说就是炫富或者是怎么样 就真的我希望 就是我们直播间传达出来的东西是 让所有女生买到合适自己的东西 和买到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对 而不是只在直播间花钱 就没有了 我希望你们可以在家里直播间得到的是一种 对美好生活 和对自己 就是对女生的一种自信心的一种向往 和一种肯定 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 好不好 很多女生都会说我不配拥有这个面霜 确实这个面霜不是所有女生都可以买得起 而且我也不会说 所有女生你一定要给我买这个面霜 为什么 因为每个人的消费能力不一样 我不会去要求任何一个女生 去买我推荐的贵价的产品 是的 因为我就是一句心里话 你赚多少钱 你就活什么样的日子 你赚多少 你有多少大的能力 你就用多大的东西 就是这样子 但是我真的是想要让你们觉得 为什么我们要去买一线品牌 为什么我们要去买大牌的东西 第一个我跟你们说 智商税 如果你觉得这些东西是智商税的话 那就是再给自己说 没关系 我拥有它 我拥有不起 是因为我觉得它是智商税 而不是我拥有不起 是因为我现在生活还没有到很好 没有 一定不要有这种想法 好不好 一定 一定不要用这种想法 好吗 一百块钱 跟一万块钱的东西 就是会有不一样的 哪怕它给我的 就是内心 有不一样的感觉 这也是不一样的 这不叫做智商税 而且黑蓝 不是所有成分都可以 不是所有品牌都可以拿到的 好不好 清楚了没有 我是真的是这样跟大家说一句心里话 过什么样的日子 买什么样的产品 然后第二个 下一个直播间 你需要懂 有什么东西是好的 要不然你跟你的闺蜜聊起来 要不然你出到一个新环境 你在一个公司上班 别人聊的东西都插不进去话的话 这样会觉得 是不是有点不太好 或者是有点点沮丧 就希望大家在我的直播间 你买不起也没有关系 但你看直播是不用花钱的 好不好 你听我说也是不用花钱的 好吗 有没有评价替代板 我暂时没有找到有黑蓝成分的评价替代款 对的 不好意思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不要误会我们直播间 就是推荐的产品 我不是炫富 我也不是干嘛 好吗 我真的不是 炫富也不是干嘛 我只是告诉大家 每个人的经济状态不一样 我们的直播间要照顾到所有人 而不是只是推荐一些很平价的东西 给到学生妹妹 也不是推荐给很贵的女生 推荐给贵妇姐姐们去买 所以我就觉得说 我们的直播间要平衡 让所有女生都变成最好的女生